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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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詞議員區議計劃是在民國93年 那時候行政委以所謂的國家重大建設 這個大帽子把它壓下來 一直到現在 然後期間呢 開了大概11次的專案手組會議 開了兩次大帽子 但是一直都有整理 所以這個案子目前一直還在實行 這最大的爭議在哪裡 因為第一它是所謂的國家重大建設 然後開發電機最大 是要不得超過140萬公斤 這上面它那個國家重大建設的文 就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但是新規劍政委提出來 提了多少 提了447公斤 能夠面敵 這個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 另外一個就是 它所謂的國家重大建設 按照常理 國家重大建設應該要有中央主管機關 但是這個案子一直都沒有 一直到民國102年 那個時候 103年到104年 那個時候是他們在重新補 所謂的國家重大建設的必要性跟供應性 因為還有一個在重新認定它為國家重大建設 既然是國家重大建設 有那麼草帥嗎 從93年到103年 10年之間都不是所謂的真正的國家重大建設 但是它以這個程序 已經完全違背了整個程序正義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這個計劃案裡面 有40公頃要給交通大學 而且是無償的 既然是無償那就表示說 拿我們在地居民的土地去給這個交通大學40公頃 那這一點便是影響到我們的權益 當然他要來設校新政府他前科連連 他在台治案這個旁邊 前面已經有了五個徵收案 先生一級 先生二級 先生三級 先生三級 台科大還有高鐵 那其中呢 他有三個案子是以國立大學要設校為名 來弄區段徵收的 是台大一級跟台大二級 另外一個是台科大 結果這三個大大學都沒有了 只有台大來蓋一個畢增樓 還有台科大 徵收大概10公頃 只給他7公頃 那蓋一個什麼 也蓋一個大樓 然後他就完全沒有那個能力 繼續那個 再繼續把這個校舍全部把它蓋好 把這個整個所謂 真的要設校大學這個目的有達到 完全沒有 尤其更嚴重的是 他給台大二級那個部分 13公頃多 第一他沒有給台大 因為台大一級他沒有來 所以他不給他 結果他把它弄成一種 變更使用 把它改成為所謂的綠能產業區 綠能產業區 所以叫了兩三年 台大變出來投資50億 後來沒來 結果他又把它變更為 所謂的AI智慧產業 好像現在最夯最流行的就是AI 然後剛剛講的 台科大 用野壓變更地步 把它弄10公頃的醫院 還有3公頃的貴族學校 這個 他這三個社校 以國內的社校 這個都沒有辦法完成 你家人大學要來 你說我們能夠相信嗎 而且我們一直在質疑 一直在問先政府 但是先政府都不敢回答 也沒辦法回答 我們也在都委會 我們也請教教育部 教育部根本就是等於說社會部理 都委會也是一樣 他社會部理 案子通過以後 你要怎麼幹怎麼做 上面 讀委會跟教育部 完全沒有去查核 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各個地方政府 都是以假計的國家 放電視為民 或是以國立法律 要設效為民 來來來來 這樣子亂搞 然後最有 最過分的就是 尤其在這次公展 去年9月到11月公展的時候 變成 因為他要以所謂的剃除區 所以變成我們居民 每一個都要表派了 如果你不表態的話 他會把你 把你寄除掉 所以他 以用家長的方式 一個人家 一個人家 去訪問 然後呢 我所聽到的 就是 灌輸他們 說你們如果這個冬田第一 不值錢 第二 你說什麼 配回來土地以後 會值得花錢 然後你可以變成 變成很有錢 或者說配回來土地 比較有價值 所以變成什麼 間接鼓勵那些 那些我們在地的居民啊 跟著去炒土地的 所以這個區埃真 如果變成這樣 他們變成政府帶頭 然後叫我們在地的地主 或者說去配合 來炒這個土地 區埃真 今天變成這種 變成這種 這種方式來去做 真的是無法想像啊 所以8月28號 我們這次還會再開 第12次的專案小組會議 我希望 我們的政府 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們中央政府 能夠聽到我們的聲音 能夠把我們這個案子 給它撤銷掉 尤其所有的區埃真 做法 應該全部都要重新檢討 區埃真做法 也應該重新再改 修改一次 這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謝謝大家 現在陽文科 從中科被彈劾 然後又回來新竹縣當縣長 好了 我們說已經沒有這個 公益區域要訊號 他說 他需要儲備園區的工業用地 因為台商回流 但是在86年 科管局 科技部已經發為給我們 放棄徵收了 那表示說 科技園區的工業用地 已經不存在不需要了 但是他說 我們要儲備工業用地 我們的糧田要儲備他們的工業用地 那我們請問他的區域機關在哪裡 然後去年8月24號開完會 本來開會之前他們說 縣長去出境會他們 餐廳開會跟他保證一定 那天會通過去年8月24號 結果我們質疑他的區域機關 後來他才做問見調查 才行為給新竹科技園區各廠商做問見調查 後來在去年的9月9號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已經出來了 所以科技園區的虛地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主計畫 竹科三區也沒有這個必要性 但是他把主計畫又變為西部計畫工業附近的都市計畫 然後產業專區45公頃變成778公頃 炒工業用地也炒住宅區 後來他說你們反對的聲音沒有很多 只有一兩百人而已 但是他投資客有兩三千人 又是比例原則 但是比例原則已經違法憲法第15條的精神了 那他們所有投資客 我們也調過他們的土地版本的投資客了 他都是在啟動計畫68年啟動竹科三期以後買的土地 土地當機不同本都有日期 那我們的除了巨城以外 世代傳承那個都有時間的 然後一對照他們就是服務財團嘛 所以縣政府所謂發老人員金 新竹縣隊長發老人員金 老人員金的錢從哪裡來 從區段徵收來 然後他會騙所有被區段徵收 包括湖口王爺隆也一樣 大家以為是像縣政區一樣四六分的 錯 後來湖口的王爺隆都市計畫是剩下2.5% 當你的一甲地被徵收剩下2分半的鑑定拿回來 到後尾的時候他行程討完了 所以他現在都是在討程序 所以新竹縣政府都是徵收農地區 第一個住宅區繳稅 第二個又去賣給科學人區的廠商炒作土地 炒作住宅區用地幫財團去炒作 再來就是幫零星的廠商去炒作過我們的工業用地 等於我們的農地免費送給他們 很惡劣 再來又把新竹竹東鎮這麼多的工業用地去變為住宅區 這個相片可以看到 從這邊是關中橋過來的豐幫木業 現在閒置的廠商 變為商辦大樓 因為它靠近原區 再來避優電子也是上萬坪的 那現在已經在兆豐銀行貸款18億多 中興電機已經中央黨部的我在那邊做了五年 中央玻璃線圍中興電機已經都是蓋大樓了 叫做環宇市環球市已經有三千多人去住了 這也是大樓中興電機 再來續方日光燈也是前縣長的大新竹 也是蓋大樓 我們還有空拍圖 續方日光燈都是蓋大樓 再來新竹玻璃 是延大建設在蓋的 也是把公園用地變為住宅區 再來台泥這邊有大樓很高的 扁熊集團在蓋大樓 台泥 現在蓋的更高了 所以他們可以土地財團 徵收農地給財團 難道我們 我們就希望縣政府也徵收農地給我們 我一甲地不夠 我要種三甲地才過癮 可以嗎 政府做不到嘛 所以縣政府政客都是當獨立財團的欺壓老百姓 所以如果是可以這樣的話 那憲法就不用了 有本事他把憲法也燒掉 可以嗎 所以這些政客都是搶劫弱勢的農民給財團 所以我們希望說 去認真從這個法一定要廢除 在不廢除的話 台灣的農地不要三年後一年一萬公頃 三年後沒有了 糧食業也沒有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achi 我加油 你也感到煩惱 拿來 再 respond 涼� 拿來 馬商 Lights